我最近就是学习这个古文当中 有一本古书啊 我给大家推荐 就是叫试说心语 非常好 试说心语非常好 里面有很多小故事 而这个小故事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长篇小说的 一个具体而微的细节 大家知道 有的时候啊 写诗的时候啊 写诗的时候 过生活的时候 写长篇小说的时候 都是在用很多的篇幅铺垫铺垫 突然来出现一个场景 突然写出一句话来 前面都是铺垫铺垫铺垫 没有铺垫 一个好词好句也不存在 你为了一个场景 为了一个美好的 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场景 你需要铺垫 比如说我们讲文学当中最典型的例子 那个叫什么 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写了这部戏 铺垫铺垫 到最后怎么样啊 奥菲利亚疯掉了 她为了爱情 癫狂了 这个癫狂 世世代代的文学家在研究 还是研究不出来 说疯狂怎么样了 什么疯狂于人的什么精神 内涵了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人爱到极点了 爱到极点了 最后出现了一个什么场景呢 就是哈姆雷特的母亲 向 这个就是这个王后啊 像这个Leotis 就是他这个 奥菲利亚的哥哥描述 他去世的情景 就是说 他呢 想去摘树上的一个花 一朵花 结果呢 一个恶意的树枝啊 就折断了 他连人带花呢 就掉进了乌烟的溪水当中 可是呢 他躺在水面上 一点都意识不到危险 还唱着古老的歌谣 躺在这个水面上 可是呢 慢慢慢慢的 他唱着歌啊 就好像他 天生就身在水上一般 可是慢慢慢慢的 就跟着这个 溪流啊 一起啊 沉下去了 沉没了 所以这个场景 是怎么来的 是前面的哈姆雷特 生存还是毁灭 他们恋爱 他们分手 他们一刻对他热情 对他冷漠 最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这个结局本身 是出了大戏了 这个戏啊 就出来了 重头戏出来了 但是前面需要铺垫铺垫 可是呢 我们的古人呢 他有时候没有那么多铺垫 也可能是毛笔写字不容易嘛 还是印刷的时候 刻在竹简上 就就不用那么多铺垫 所以古人的东西 事说心语 他是在鲁迅的小说史当中 放在几乎是最前面的 除了神话传说 就是他了 放在最前面的一个 中国小说的一个开端 那么他呢 只讲了一些片段 而这些片段呢 在我看起来 有大量的历史场景做铺垫 这种铺垫 我认为 可以放到我们的小说当中 可以变成文字来铺垫 也可以通过我们自己了解历史 就做铺垫 古人就说 这种常识你应该知道了 我只告诉你一个结果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一个结果 什么样一个结果呢 说这个 这个 事说心语当中 有一个一个的小故事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他就说啊 这个 横宣武 就是这个叫横温的人啊 横宣武平蜀 就横宣武平定了这个蜀国 去平蜀国的时候呢 以李氏妹为妾 就是有一个 把李氏的妹妹这个人 作为自己的妾 做妾 甚有宠 就很宠爱这个人 常作灾后 就是这个 把她 把她藏起来 主使不知 就是这个 公主啊 这个 也就是 这个 这个横温 她的 指这个横温的 妻子 就横温的妻子 起初 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妾 她把她藏起来 这个《红楼梦》当中 那个藏那个谁 尤三姐那样的 藏起来的 纪文 就是她听说了 与数十弊 把白刃席之 她听说了以后啊 和数十个这个 奴婢啊 就是这个仆人啊 拿着刀 亮晃晃的 白刃啊 雪 这个 这个 雪 这个 明晃晃的 这个 这个刀 就来了 就要杀她了 灭她了 好 开始 正直李梳头 正好这个 姓李的这个 姑娘呢 在梳头 发尾地 长发啊 就拖在地上 肤色 玉药 她的皮肤啊 像玉一样放光 不为动容 就是 面不改色 心不改色 很从容 不为 脸色 不改变 那么 从容 徐约 慢慢地说到 国破 家王 无心 至此 今若能 见杀 乃是 本怀 就是说 国破家王了 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如果今天 你们来杀我 正合我的心意 不得了 这些人 缠而退 主缠而 惭愧地都退回去 大家想想看 这个什么场景 这什么场景 这个女人得了吗 她就是凭着她梳头 颜色 肤色像玉一样 就把这些 拿着刀的这些 嫉妒心强的这些人 给震住了 退回去了 残而退 惭愧地退回去了 你说说我们话剧团的人 演这个故事不好吗 为什么要演那个 小市民呢 这故事啊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这种场景 特别好 这种场景 我也是刚刚看到 没多久 我也惭愧 我这么大了 才发现这么好的故事 这是在我们的 事说心语当中 那么前提是什么呢 铺垫啊 铺垫 就我们需要在 现实生活当中的 场景做铺垫 如果我们一部长篇小说 有这样的一个戏 就最后出了这个戏 你为了这个戏 为了这一幕场景 你写它个十万字 二十万字 都没关系 前提是什么 你要为这个铺垫 就像这个曹雪芹 我们假想 我们大胆妄为的设想 或者说猜测一下 也无法 我猜测一下 这个曹雪芹 写《红楼梦》的时候 他可能 我们假设一下 他可能有一天 走在路上 看见一个女子 在这个林子里面 葬花 哀声叹息的 哎呀 他说这个天下 还有这样好的女子 他为什么要葬花 他葬花的心情是怎么样 想来想去 要写一部《红楼梦》 很可能啊 我就讲啊 蝴蝶效应啊 很可能就是这样的 不是吗 哈利波特 写了那么几大本 他不就是在火车上 看见个小孩 做个鬼脸吗 就是这样的 他这个契机 很可能就是这么一瞬间 那么正因为 他这个戏 需要这样一个 特别的 震撼人心的 一个情节 那么他全面需要 有铺垫 他全面需要 而这种铺垫 不是虚幻的 他要借鉴历史 借鉴人的命运 借鉴现实 就好像日瓦格医生 我看日瓦格医生 这么厚一本书 我就记得一句话 我就觉得有这句话 整个这个日瓦格医生 就像一个交响乐一样 达到了这个高潮 就是最后他写到 日瓦格医生和这个 娜娜 那个俄罗斯女子 他好像这片白话林 要求他们相爱 就这句话 我就觉得 奇了 就有这句话 这个他们两个的爱情啊 不是说他们想爱 还是不想爱 是整个俄罗斯的 大片的白话林 要求他们相爱 又这句话 还用什么呢 要铺垫 要铺垫 铺垫到最后 一句话 够了 所以但是这句话 就是戏 这句话 就是诗歌 就是诗意 有的人写半天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也是感觉啊 说的不对 大家批评 感觉就是 比如说平凡的世界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路遥先生 我非常尊敬他 但是 我有一回 在车上 听到这个收音机里面 播这个平凡的世界 我不知道是平凡的世界 我就听 我用我的耳朵 用我的心听 我就觉得 这个语言有问题 不精彩 有一点乏味 太啰嗦 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这种 当当当当 这样的一个场景 没有 太平淡 你名字叫平凡的世界 但文学不是平凡的世界 文学是非凡的世界 你可以从平凡的世界当中 来写写 写到最后 需要有信 需要有一个 大家看到这种场景了吗 说 试说信义里面 好多这种场景 特别感人 就像这个 鸡康 我们待会儿讲竹林七弦 我这学期的课 都是为了讲竹林七弦铺垫 到现在还没讲 还剩半个小时 对 就是鸡康的儿子 叫纪少 鸡康是被司马昭杀掉的 因为他有独立的精神 结果呢 鸡康的儿子纪少 是一个忠臣义士 他非常忠于皇帝 而这个皇帝是谁呢 是司马昭的儿子 晋慧帝 是司马 什么呀 司马中吧 还是司马中 结果呢 八王之乱的时候 这个乱剑射过来 这个鸡少 舍身救主 他替这个晋慧帝挡剑 最后自己啊 身重树剑而死 血剑龙袍 人们要去洗这个龙袍的时候 敬慧帝说不要洗 这个纪少的血啊 在上面 就是这句话 大家想想看 这个场景 是前面有多么厚重的铺垫 鸡康 被他 他的父亲 被另外一个人的父亲杀了 他的儿子 替另外一个儿子挡了剑 死了 血剑在他身上 这是什么样的场景 什么样的铺垫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戏 就这么出来了 他前面需要大量的 真实的 有分量的铺垫 但最后需要一个诗情画意 如果《红楼梦》当中 光讲那些生活琐事 黛玉生气了 宝毅不高兴了 什么周睿家的又怎么样了 谁家的又怎么样了 那也不叫《红楼梦》了 《红楼梦》动不动就是 寒唐杜鹤影 冷月葬失魂 前面铺垫铺垫 最后来这么一句 前面铺垫铺垫 最后葬花 是吧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场景 就出现了 好 我们再看这个 我们在讲这个鸡康之前 我们再把这个 兰波的有一首诗 叫《奥菲利亚》 兰波专门把这个 奥菲利亚的这个 这个 掉到水里面去 就是采花的时候 落在溪水当中 这么长景 写成了一首诗 叫《奥菲利亚》 他说 黑暗沉寂的波浪 波浪上安睡着群星 洁白的奥菲利亚 像一朵盛大的百合 随风飘动 整着长长的沙巾 缓缓飘移 远处的森林 传来猎人的号声 千年就这样过去 自从忧伤的奥菲利亚 这白色幽灵 在这黑色长河上 轻轻飘移 千年就这样过去 自从他疯狂 自从他温柔而疯狂的 在这夜晚的微风中 低营着那古老的摇曲 微风亲吻着他的前胸 站开花朵 他那长长的沙巾 被河水浸透 柳枝颤抖着 在他的肩头哭泣 芦苇在他多梦的额头上 轻轻弯曲 折损的睡帘 在四周叹息 熟睡的奇目间 他偶尔惊醒 一只鸟稀疏颤唳 金色的星辰 坠落神秘的歌声 这个是他写的第一段 他就写这个 Ophelia躺在水面上 唱着古老的歌谣 沉下去的 这一幕场景 我们如果去这个 西方的博物馆 我们就会看到 不同的时代 有了不起的画家 他们常常画一幕场景 就是一个美女 躺在夜色当中的一个河面上 周围都飘着花瓣 她好像 她睁着眼睛 好像在做梦一样 嘴里面还念念有词的 这就是Ophelia 这就是西方文学艺术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场景 这一幕场景就被今天的话讲定格在了这个诗歌绘画当中 所以文学需要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场景不是凭空造的 它既是很美的 而且包含了惊心动魄的精神内涵 包含了惊心动魄的历史 谁能写出这样的场景来 谁的作品就成功了 我就跟大家讲 实际上就是这一幕场景 定格在这一幕场景 或者有时候我们在写的时候 我们在写作品的时候 可以到过来 我们先在生活当中 发现了这幕场景 然后我们把这幕场景放到 为了这幕场景 我们写一部长篇小说 写一个童话 写一首诗 这幕场景 我们要在现实生活当中 用心去捕捉它 去捕捉它 公元249 司马仪在曹爽 带着魏明帝的养子 齐王曹芳 去扫墓的时候 是给魏明帝曹睿 也就是曹操的儿子 大将军曹爽 就是曹操的孙子 他是曹征的儿子 带着小皇帝 这一年他已经十八岁了 带着这个小皇帝曹芳 出去扫墓的时候 出了洛阳城 司马仪断了洛水上面的浮桥 他把浮桥吊起来 断了这个曹爽和所有的这些大臣和皇帝的后路 占领了洛阳城 占领了洛阳城 占领了武器库 这个发动了政变 然后呢 他就写了一封咒书 这个咒书啊 写给皇帝 写得非常有道理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曹爽啊 他们叫做什么 今大将军 背弃故命 败乱国典 内则 剑尼 外专威权 这个字 贱 这个字 念贱 是这么写的啊 贱 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 它是指 这样子啊 对不起 尼啊 这个尼 它是指 地位在下面的人 冒用皇帝 或者地位在上面人的名义 或者用他们的礼器 用他们的物品 就叫做贱 贱尼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个书面语言 就是说 曹爽啊 他自己是大将军 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是皇帝了 他已经越权了 然后司马懿就讲啊 他败坏了这个国家 我们呢 现在要废掉他 让他交出兵权 所以 这个里面呢 我就在讲 当我们表达文学作品的时候 我顺便说一句 你要写坏人的时候 要注意他 好的一方面 你要写一个 塑造一个英雄人物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他 苍白的 软弱的 或者有缺陷的那一方面 这样人才是一个原型人物 不是单调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司马懿 写的这个咒书 本来在我的这个长篇小说当中 没有这一段 我重新读了这一段的时候 我决定要把他放上去 为什么要放上去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 司马懿这个人物就饱满了 他不是 不仅是奸诈 不仅是搞政变 他有他的这份情怀 他有他的 这一方面的道理 他在这个咒书当中写了 然后发生的事情就是 曹爽的一个忠臣 叫做横范 冲出城门 告诉这个曹爽 说 我们现在有着天子 就是皇帝曹芳在这里 我还有这个大司农的这个兽印 我们也可以有这个粮食 而且许昌的武器库里面 还有武器 我们应该号令天下 来讨伐司马懿 打他一仗 这样天下还跟着我们走 我们有皇帝 有兽印 有武器 有兵 结果曹爽 把刀往地上一扔 他考虑了一夜 就说 我还是回去 不失作为一个富翁吧 这个司马懿 当时托人带话来 我只落水为事 只要你回来交出兵权 我就不杀你 只落水为事 曹爽一听 他不相信狠犯 相信司马懿 回去吧 一回去 全家就给杀光了 所有的亲信 家族兄弟 全部杀光了 所以我在读历史的时候 我在写司马懿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这几个字 以落水为事 我就觉得 这是我在读史书的时候 发现的一个核心 我说的这个铺垫 不仅 我说的这个戏 不仅是说 美好的爱情的故事 写坏人 他也有一个核心 有一个穴位 有一场大戏 我认为写司马懿的大戏 比空城记更好 比什么 三国的这些描述 我寻找下来 不如这一段 我自己理解的司马懿 就是以落水为事 换句话说 这个人 他只要达到他的目的 他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发誓 也就是说 这些是为了 司马懿这样的人 为达目的 他是不择手带的 不择手带的 所以这司马懿 我见到了 以落水为事的时候 我眼前一亮 我就觉得 史书上 给我们埋下了 这个伏笔 我用今天的心 跟古人碰撞的时候 我想 要想认识司马懿 就要理解 他以落水为事 我只要把这个故事 讲清楚了 司马懿是什么样的人 就清楚了 曹爽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清楚了 历史上一直讲 曹爽是太傻了 这个横范 他的忠臣 最后就讲 曹子丹啊 曹子丹 就是讲这个 曹真的字叫子丹 曹子丹家人也 就是曹子丹是一个家人啊 这么好的一个人 怎么生出这个小猪崽子 就屯毒啊 就是屯就是猪啊 毒就是崽子 怎么生出这个 我们讲兔崽 他说一个小猪崽子 这个横范就气死了 说我眼睁睁看着 你们家要给灭了 曹爽还是不听他话 但是我看 所有的史书上 都讲曹爽 昏庸 傻 可是我看到 曹爽这个人啊 身上有一点意气 有一点意气 他就觉得一个人 不至于 这么样子背心 其意 只落水为事 而且我 从曹爽的角度啊 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啊 我就来分析 我用 我自己啊 创作了一段对白 什么样一段对白 一个场景 就是说 小皇帝曹芳啊 梦见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去世的父亲 就是为明帝曹睿 托梦给这个曹芳 就是说 我想念你了 这个曹芳就要去给他扫墓 这个曹爽就带领了群臣 和保驾着皇帝 请曹出动 去扫墓 而司马懿 正是在这一次扫墓 高平陵事件 为什么叫高平陵事件 因为他们集体去扫墓 所以他把这个城 控制 我就写了这样一段对白 也是表达曹爽的心思 就是说 就算一个人 他想要政变 他也不会选择 别人去给皇帝扫墓的时候 来政变 这样子难道不会 他不怕成为千古罪人吗 难道他这样子做 不是太背信弃义了吗 这是我写的一段曹爽的对白 所以我认为曹爽 他的心目当中 还有一点意 尽管这种意义 在现实斗争当中 那么苍白 甚至有点少